這場事故意外 讓蔡爸爸再也見不到寶貝女兒 總統的回話更讓他心寒 蔡爸爸說的心碎 才剛遭遜女兒意外身亡 一早又接獲帳母娘惡後 家屬累撒殡飲館 失去無法平復心情 同樣失去愛女 陳寅靜的媽媽哭訴台鐵不安全 外界所有就責 似乎全指向工程負責人李逸祥 但家屬怒給我台鐵要負全責 臺鐵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出面道歉或給個交代 讓罹難家屬情何以堪 記者綜合報導 正直到一陣子 今天被下載了 目前為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